张国荣在《红色恋人》拍摄的过程当中 就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 说张国荣虽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 但是由他来演一个30年代的共产党人 他能演成什么样呢 其实我也觉得这个疑问不是多余的 因为你的成长的背景跟我们是不同的 而且30年代的上海地下党人的那段生活 跟你的生活更是特别的遥远 那你怎么样来理解这个人物 把握这个人物 最后跟他融为一体呢 其实这一方面对我来讲呢 确实有某一个程度的难度在内 不过我接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呢 叶导演就也曾经跟我聊过 就是怎么样去让人家幸福 就是张国荣是那个30年代的地下党员 那么其实我不能自夸 我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好的演员 可是作为一个演员 最重要的就是让观众去买票 看电影的时候相信这个人物的一切 那么现在我们再去回想啊 比方说一些比较伟大的演员 像英国的一个Anthony Hawkins 就是Anthony Hawkins 他可以去了美国 居然去扮演美国的总统 那为什么就是一个香港的演员 不能扮演一个中国的 反正都是老家嘛 都是同根生的一个人物 尤其是我们的野导演 就是他对我在现场的时候都叫了我很多的东西 那么所以在演艺这个地下党员的时候都不算有太大的困难 我觉得对于现代人来说呢 金是一个特别容易理解的人物 特别是他对两种感情的处理 这种感情是今天的人们所能接受的 可能在二三十年代 你可能对金的感情不理解 可是放在今天的年代 已经是非常能让人接受 而且有一种战憾力 金的脑子里有一块蛋片 金常犯病 叶导演说 这些在老革命者中却有其事 金犯病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幻觉 想起他的太太 而秋秋这个人物是个悲剧的 也可以说是一个积极的人物 他义无反顾地爱着金 所以是伟大的爱琴 我自己认为 美国好莱坞的 通过特技来处理的感情 有的时候会感觉到 缺乏真实戏 而我之所以接受这部戏 是因为它在描绘感情上 还有出色 会让人感动 让人在拍的时候很 曾经试过在零下两度左右 拍一些零一地镜头实在是非常苦 可是拍完之后 叶导演说OK 在回放的时候就会感觉到 他是很感动的 其实我自己觉得 国内有很多英雄人物 比方说我们谈红色恋人 共产党员 其实我自己蛮佩服的共产党员 有邓小平同志 还有周恩来同志 所以在这个电影里头 其实我自己也希望 能够通过这部电影 能够把一个共产党人演活 唐老师 张国荣在这个戏里演的是一个 为了爱情 为了革命 可以牺牲一切的这样的一个革命者 那您恰恰相反 扮演的是一个革命的背叛者 而且比敌人还凶残 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 您以前扮演的比较多的 还是英雄人物 正面的人物 那这次扮演的是一个反面的角色 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 您怎么把握这个反面人物 那么我首先觉得 我觉得和他大英雄 我说他的创意 他的构思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说让一些演员 在这个戏上演的角色 要给观众有一种意外 出奇 出新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挺好 比方说让张国荣 他这么一个气质 这么一个形象 来演个革命当中 那么现在同样收到了 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那么让我来演 演个坏人 演个叛徒 我就把握他这个几个方面 那么他的外貌 他的感觉 还是他的造型 我尽可能表现 还是以含蓄 以内在的一种 另外很多方面 刘主和他是一种 比较有修养 有学识的东西 再一个他就是 我觉得还得要真心地投入 因为我觉得演正派和反派 这个真心地投入和 很内在地来去演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能够跟一个好的导演合作 然后跟优秀的演员 演对手戏 对于一个年轻的演员来说 应该是一件 非常幸运的事情 能不能跟我们谈谈 您跟叶大英导演 还有张国荣 合作的一些情况 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 作为一个新演员来说 无论是从年纪 比如说从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 我遇到很多困难 是叶导 张国荣 还有陶子鲁老师 大家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才让我能够完成了这角色 我觉得叶导是一个 非常 怎么说呢 非常宽容的一个导演 在演戏的时候 他给我很大的自由度 就每次拍戏之前 我们都会有排练 每天就很晚的时候吧 叶导都是给我们 就是在拍这场戏之前 有排练 然后到了现场以后 导演 叶导是不会说是去控制你说 你必须得怎么样 或者一定要怎么样 总是 说你可以先自己发挥 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你先把你自己所有的感觉 所有的体会都做出来 那么如果有不准确的地方 他会指出来是这样 我觉得作为一个新演员来说 这种方式吧 就让我能够特别快地 能够投入到这个角色当中去 可能真的是一种巧合吧 导演觉得我个人的特点和角色 比较接近 楚楚 美朵 秋秋 都是年轻的女孩子 所不同的是 她们经历更丰富 更坎坷 在她们的身上 都有纯真 激情 理想 坚强 我的年龄与角色相同 在气质上 也有和那个年代 相吻合的东西 所以导演会用我 我非常喜欢这角色 我是一个演员 影片需要的我就得去完成 困难或是不困难 都没有什么区别 重要的是你要表现人物 而中间的这些问题 都不能影响最后的结果 观众要的就是最后的结果 我们的关系 是一个革命者 和一个叛徒的关系 剧组全体拍戏的同时 用自己掏出的钱 兴建了这所水泉希望小学 张艺谋指导的这部影片 是她的第二部 用即时手法拍摄的影片 张艺谋似乎特别钟爱 在这部影片中 担任主要角色的 来自生活中的小演员们 在回北京的路上 张艺谋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这个是我们 我们来这里 选定了这个小学以后 我们还没有开机 就已经做了这个决定 就说我们走的时候 不仅仅是完成一部电影 我们一定要给这个村子 留一个新的小学 我觉得拍了这个电影 对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中国要想强大 中国要想将来繁荣昌盛 我们这个教育 其实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么看完了 来自中国电影界的几个消息之后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 谈谈叶大英了 还有她的红色恋人 那么正想 文艺作品中更多的是 去关心人 贴近人的情感关系 其实由于年代的久远吧 我们很习惯地把过去的一些烈士的牺牲啊 或者是他们的那种英勇的那些行为 我看成一种理所当然的 或者是习以为常的东西 其实不是这样 他们面对牺牲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有他们的选择 他们怎么面对 怎么做 那是我想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想我的这部片子 更多的还是表现信仰和爱情 表现一种态度 在矛盾中如何选择 今天我们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 一个社会的一个状态下 一个年轻人 那么回顾过去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真的羡慕他们 因为他们在信仰当中 就是由于有了那份信仰 和对于信仰的那种执着的那种状态 它使得他们的人生极其的充实 而且极其的怎么形容的 特别精彩 这个是反正至少我特别羡慕的一部分 受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